最近除了看权力的游戏之外 我还看完了一大本文学名著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里希斯 昨天我又开始看乔布斯传记的作者 埃萨克森写的另一本名人传记 达芬奇 之前我有一个视频猜想过 全游中夜王和异鬼所代表的危机 和人类必须面对的气候危机很相似 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温室气体的构成 就会发现人类吃肉的欲望 是温室气体效应和热带雨林 被砍伐背后的罪魁祸首之一 尤里希斯这本书的主人公 其实蛮爱吃肉的 小说描述了布鲁姆先生 在都柏林的一天 当然少不了吃东西 第四章一开头我们就听说 布鲁姆先生吃起牲口和家禽的下水来 真是津津有味 他喜欢浓郁的杂碎汤 又嚼头的蒸 甜料后用文火背的腥 裹着面包渣煎的干片和炸的雌鱼卵 他尤其爱吃在烤架上烤的羊腰子 那淡淡的骚味微妙地刺激着他的味觉 但是当他那天中午准备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 突然产生了恶心的感觉 布鲁姆先生看到人们在往食道里灌着汤汁 把嘴里的东西又吐回到盘子上 那是绝了一半的软骨 他突然看不见美食 只能看见和听见动物的尸体在被咀嚼 他走出门外 吸到清新一些的空气 心想要么吃 要么被吃掉 杀杀 后来布鲁姆先生去了另外一家餐厅 点了一块奶酪三明治 几颗橄榄和一杯红葡萄酒 这些没有杀戮的食物 更合布鲁姆先生当天的胃口 很明显这一段是尤里西斯的作者 关于素食主义的一些思考 在西方 素食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反思 乔伊斯构造的布鲁姆先生 是现代人的心灵代表 自然会想到这些事情 后来我在看到达芬奇传记的时候 我也发现这位画家 虽比布鲁姆早了四百多年 是一个更彻底的素食主义者 他在自己著名的手帐中写道 如果人类是像自己形容的一样 动物之王 为什么你在帮助其他动物的时候 只想着如何搞到他们的弱小 来满足你的味蕾 难道自然没有给你足够的 简单的食物来满足你的饥饿吗 即便没有 你不能把简单的材料 通过搭配组合 创造出无穷无尽的美味吗 聊这些和投资有什么关系 上个礼拜三 一家名为Beyond Meat的公司 在纳斯达克上市了 代号是BYND Beyond Meat生产植物做的肉类替代品 IPO定价是25美金一股 开盘就涨到了46美金 收盘在65.75美金 一周后 现在已经到了75美金 这是2000年到KROM时代以来 市值2亿美金以上IPO 上市当天最大的涨幅 虽然还没有机会亲自尝试 但我之前就在社交媒体上 了解过这家公司的产品 有不少评测视频显示 人们分不出来真肉和Beyond Meat 提供的各类植物替代品之间的区别 不管现有的辣条有多好吃 毕竟比肉还是差了一点 所以我知道Beyond Meat 做到了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是一个普通人 换句话说 我没有毅力成为素食主义者 但是我完全可以理解 领冬将至的危险 有十分景仰达芬奇的自我要求 甚至感受过布鲁姆偶尔会有的 关于肉的恶心 正因如此 我想买Beyond Meat股票 因为它们攻破的是一个特别值得 去解决的问题